Cause though the truth may vary this ship will carry on Hello 大家好 我是米雪 今天我們要去布魯克林迪特馬斯公園 參加一個音樂藝術的嘉年華 英文叫做 Armageddon 就是這個活動的海報 如果你喜歡這個視頻 請給我按個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 迪特馬斯公園 雖然名字中有公園 但是它不是一個公園 它是一個地區的名字 是紐約市布魯克林的一個歷史街區 地鐵Q車可以到這裡 這裡有很多維多利亞寺的房子和豪宅 這些房子大多建造於1902到1914年之間 這首歌曲 所以可能我可以玩 我會領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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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像是對 我會領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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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餐,就要搭配 所以水混合? 你不想任何人的衣服 但是,你可以 我一直想要看你 我不知道 《Armageddon》是一個全天候的藝術作品展示 和現場音樂表演的活動 我們就叫它藝術音樂嘉年華吧 這個活動有150多個藝術家和樂隊參加 主要是在迪特馬斯公園這個區域裡面 一些私人住宅的門廊或是花園裡面舉行 就像剛剛那位女士 她就是站在門廊下唱歌 有的藝術家把她們的作品放在門廊展示 在這裏上的藝術上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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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藝術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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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對 有一個藝術紙的衣服 这里有一位美女在街上画画 这个地区的土地 以前是由迪特马斯家族所拥有的 一直到1890年 这个地区还是农村 后来由于展望公园 和布鲁克林大桥的发展 以及纽约市到布鲁克林的交通更为便捷 布鲁克林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于是这个地区早期的地产开发商 就开始发展这个区域 开发商精心设计了绿树成印的大道 以及附近的配套设施 例如购物中心和乡村俱乐部 还有知名设计师提供当时时髦的风格 每一个房子都有它独特的魅力 所以走在这里就好像走在公园里面一样 这个房子绿色和橘色的搭配非常抢眼 这里的房子本身就非常的有特色 就算没有这个活动 光是来看这些不同设计风格的房子 就已经非常的有意思了 有了音乐艺术嘉年华这个活动的帮衬 这里就更好玩了 边走边欣赏不同风格维多利亚式的房子和不同的艺术品 走累了还可以坐下来听听音乐 有时候屋主也会出来共襄盛举 这个活动每年都会举办一两次 如果有兴趣想来逛一逛的朋友们 我建议先下载地图和表演名单 表演名单上会有乐队的名字 表演的时间以及地址 先做好规划才不会错失你喜欢的乐团 这整个区域其实蛮大的 走过来走过去挺累的 我会把官网放在说明栏 我今天没有事先计划好 只是来随便逛一逛 所以好多精彩的都没有逛到 这些都是艺术家亲手做的陶瓷器皿 这边又可以坐下来听音乐了 我只剩下来听音乐 这一家特别有意思 主人每天都会在黑板上写下一首不一样的诗句 听说是从疫情开始以后才开始 可能是待在家里太无聊了 这里有一个寂寞的艺术家 这个日本风格的房子建于1902到1903年之间 是这个区域唯一一个日本风格的房子 开发商当初想用它特殊的设计来吸引买家 所以聘请著名设计师来设计建造 它的成本高于其他的房子 庭院设计中的日本元素更增添了它的独特性 它到目前为止仍然是这个区域内最吸引人注目 以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房子 如果你有机会到这里来 一定不要错过了哦 这是1982年电影苏菲的抉择 外景拍摄地 这是房子的侧面 这个房子从侧面看和从正面看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这是房子的正面 在电影中房子是粉红色的 那在荧幕上亮相以后 粉红色的油漆就被改成了比较中性的颜色 苏菲的抉择是1982年由梅丽史翠普主演 而且凭借着这个电影 她拿到了当年的奥斯卡和金球奖的最佳女主角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分享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